鼠蛇人最近的运势相当好,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 鼠蛇人桃花运望,单身者容易收获美满的爱情,恋爱者有缘人终成眷属。 好运加持,财运入宅,能带领家人一起走向富贵生活。 从此人生一路高歌。 鼠蛇的朋友,友上尽心,无论事业还是生活都很谨慎,这也为他们在事业上提供了竞争力,能够得到上级欣赏。 鼠蛇人组织力强,擅长交际,朋友圈很广,贵人运也是,从来都不会差。 鼠蛇人在事业中也是前景一片大好,心想事成,胜之加薪。 鼠蛇人宽宏孝顺,他们性格内敛,虽然在人群中不那么显眼,但他们都是最聪明的那一类人。 他们心地善良醇厚,满腹经伦,富有大智慧的头脑,未来两天喜与贵人相助,喜得助孕,喜逢真情,大喜是一波接一波。 鼠蛇人聪明能干,考虑事情全面,他们本来就是个挣钱能手,在没有好运气扶持之时, 就能赚得金钱多多的。 生肖蛇虽然说有着相当聪明的头脑,懂得如何赚钱发财,可是由于前些年运势不佳, 所以生肖蛇发财的机会并不多,自然也就没有赚到大钱。 最近七天,福运亨通,财博滚滚来,大富大贵赚得盆满钵满,生肖蛇都会有财星降临, 到时候财运也会翻倍,横财天天不断,日子越过越好。 此外,对于一部分鼠蛇的朋友而言,往后两个月桃花运方面将会出现意外收获, 同时必须重视,预示眼光看长远,别过于毛躁,相信耐得住寂寞, 才能看见繁华,通过不断奋斗,往后小日子过得顺风顺水。 鼠蛇人最近整体运势相当好,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,财运开始不断上升, 事业开始蒸蒸日上,进展突飞猛进,自己创业经营也会财源广进, 缺钱花的日子能彻底改观。 假若生肖蛇今后能改掉自身的一些坏习惯, 抓住好时机就能事半功倍,人生进入上上千。 鼠蛇人钱财运将会有一场火爆, 他们可能迎来八方之财,获得大财小财,滚滚红服。 运势即将擦出绚丽的火花。 由于大家的财气充沛,因此大家的心里也极其的轻快, 所以当然也有许多意外惊喜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 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在江湖,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, 那就是保全自己以及保全家人。 只不过, 这个目标很难实现, 因为外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, 普通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太差了, 所以不少人既保全不了自己, 也保全不了家庭。 当然, 这是针对没有规划的普通人而言的。 圈中有一位开工作室的老前辈认为, 人要么安稳保守地活着, 要么冒险去捞钱, 反正必然要二选一。 他觉得, 既想安稳, 又想捞大钱, 这是不可能的。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 要有这六种保命的远见, 才是让家活得长久。 一, 普通家庭, 最好别当散户韭菜。 现代人有一个特点, 那就是, 对于赚钱这件事, 太过于急躁。 而急躁的行为, 正好触犯了人性的弱点, 容易被人利用。 当你需要赚钱的时候, 就肯定有人会跟你说, 哪个项目来钱快, 哪只股票容易赚钱。 对于他人的投资建议, 你真的敢相信吗? 所谓, 肥水不流外人田。 别人之所以会告诉你, 不是因为他们跟你的关系特别好, 而是因为他们想坑你, 或者想要割你的韭菜。 可以肯定的是, 只要你的家庭不被人割韭菜, 没有陷入到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当中, 那你就等于胜过90%的人了,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割韭菜的路上。 二, 普通家庭切勿违背环境大事。 俗话说, 天下大事浩浩荡荡, 顺之者昌, 逆之者亡。 这环境的大事, 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。 有的时候会让你随随便便就能赚钱, 而有的时候会让你活得愈发艰难。 那顺应环境的大事才是关键。 能够赚钱的时候要小步快跑, 但不要跑太快容易掉坑里去。 而寒冬将至的时候要蜷缩前行, 慢慢走, 稳自当头。 如何才能蜷缩前行呢? 就是要降低个人的欲望, 降低家庭的花销。 别人家怎么干, 那是他们的事。 而自己家要精简过日子, 则是自己的选择。 三、普通家庭少做无意义的无用工。 资本市场中有一句话, 不要做感动自己的投资。 普通人都有一个缺点, 那就是喜欢感动自己。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抱钢琴班, 自己也勒紧裤腰带去抱钢琴班, 从而安慰自己, 我孩子抱了这般就不会落后于人了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 越是这么想的人, 越是无法得偿所愿。 孩子擅长什么, 我们才要专精培养什么。 哪个投资比较稳定, 才选择哪个投资。 比如, 当所有人都内卷的时候, 那我劝你不要乱花钱, 因为内卷是无效产出, 毫无意义。 你丢再多的钱在里面, 都等于白白打了水漂。 四、普通家庭, 不要乱当出头鸟。 所谓枪打出头鸟。 在人情社会当中, 跟在后面的人都是安全的, 而跑在前面的人都是危险的。 越是当出头鸟, 越没有好果子吃。 如何才能避免不当出头鸟呢? 首先, 不该说的话, 不要乱说。 其次, 不该碰的东西, 不能乱碰。 第三, 不该招惹的是非, 不要随便招惹。 环境变得不太好, 那我们就只能低调做人, 闷声发财。 其余的事, 能够避免, 就要避免。 至于别人要做, 那我们当看戏就好, 事不关己, 高高挂起。 五、 普通家庭, 静待天时就赢了。 读了上下五千年, 只明白一个道理, 凡人不能跟天时作对, 而是要静待天时。 用周易的话来说就是, 乾隆无用。 将自己隐藏起来, 就跟潜在水底的蛟龙一样, 平常无事的时候毫无表现, 等时机一到, 才一鸣惊人。 不要觉得危机降临, 生活就只剩下危险。 或许, 还有机会在后头。 能不能把握住, 这是一回事。 而能不能等到它出现, 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正所谓是来天地皆同利, 运去英雄不自由。 是大英雄也好, 还是普通人也罢, 不得天时, 没有地利, 缺乏人和, 到头来都一事无成, 处处倒霉。 六、 普通家庭, 别傻傻地当接盘侠。 近两年, 有一个磁火便全网, 接盘侠。 所谓的接盘侠,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, 买进庄家出货的股票。 也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 被迫接受某种事物, 如孩子, 股票, 房子等, 的一类人。 如果你有孩子, 那身为父母的你要把好官, 别让他成为接盘侠。 如果你有余钱, 正在被某些中介蛊惑, 那就要认识到,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馅饼, 如今接盘, 就是在帮开发商补窟窿, 要不得。 只要一家几代人都不接盘, 家庭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 那活得安稳一点, 其实不是什么难事。 更何况, 活成安稳的样子, 就已经是大部分人的奢望了。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